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E1 Sophia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今天呢 我就想来跟大家一起做一杯 非常有圣诞气息的分享妆调酒 Holiday Sangria 这个桌上呢 现在放着做这杯酒 需要的所有的材料 其实看着复杂 总之来说就是三类 水果 糖类 酒类 水果的话呢 我这边一共选了四种 橙子 两种颜色的苹果 还有非常有节日气氛的cranberry 糖类的话呢 大家可以选择白砂糖 或者像我一样用蜂蜜 酒类的话呢 首先你就需要一瓶红酒 其实这个Sangria里面用的红酒 并不用太好 但是也不要买太差的 其实你就可以去liquor store问老板说 我要做Sangria 你有什么推荐的 像我这瓶也就十刀左右 我觉得就比较合适 最后呢 其实你还需要一种烈酒 来辅助 你可以选择用狼母酒 或者是用brandy 我今天用的呢 就是brandy 也不用买太贵的 我这边买了一个VS的小瓶装 用完就可以 OK 那我们就开始做吧 首先切水果 橙子切片 苹果切丁 拿出一个大的chitcher 把水果通通放进去 大家要注意我这个放的算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比较贪心 然后我们先淋一点蜂蜜在酒上 根据自己的甜度要求来决定要倒多少 然后倒入刚才用橙子新鲜炸出来的橙汁 接着呢 开红酒 把红酒整个一瓶都倒进去 最后呢 再加入brandy 最后呢 用八勺伸进去稍微搅拌一下 让材料充分混合 这一整杯呢 可以直接放在冰箱里 放12-24小时 让它冰镇一下 让材料混合一下 一天之后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 可以把它盛到杯子里面 就是冰爽又香甜的味道了 装饰一些新鲜水果 还有rosemary 做一些提香的效果 这样一杯非常有圣诞气息的 holiday sangria就做好啦 ok 那这一期事情就到这边 欢迎大家自己在家尝试一下 因为这一杯酒真的是一个 只要水果和红酒 你就能做得非常好喝的一杯酒 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记点赞 关注 转发 投币 然后顺便收藏一下 明年圣诞节还能用呢 是不是 ok 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